他很慌張的問身邊的韓國人 有某種他一直看我的那種 都看得蠻意外的 以後可能身臟會不舒服 真的真的覺得台灣就是 天堂 安樣!我是韓國女生 尤金 我上次上傳歐洲旅遊影片之後 好多人問我 那邊好玩嗎? 治安如何呢? 我覺得啦 不管韓國人還是台灣人 好像蠻多亞洲人 對於歐洲旅遊有一些幻想 我反而從旅遊第一天就開始覺得 義大利其實蠻危險 還跟朋友說 好想回台灣 才第一天耶 但現在是不是有點不敢想像 我也沒想到我會遇到這些 不敢想像的事情啦 所以今天的主題算是 在外國最想念台灣的時候 Top5 其實我前幾個影片沒有放到 義大利的真正的樣貌 但這一支影片會分享 義大利對台灣的 資安比較啊 文化差異等等 還有亞洲人一定要記住的 注意事項 那我開始影片之前 大家記得幫我按讚的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也記得加入郵禁的經典 歡迎我們吃喔! 在義大利最想念台灣的瞬間 第一個就是 義大利的爬手 小偷 太多 我去羅馬前在YouTube上看到 義大利旅遊的注意事項影片 所以當時心理商已經準備好了 可是我跟朋友一遞打義大利 還沒過一個小時的時候 就眼前發生了 小偷 爬手的事件了 第一天早上我們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麵包店 我們進商店前看到一位女生在前面拍照 然後我們買好了麵包 大概花了兩三分鐘左右嗎? 我出來之後發現 那個前面的女生的包包已經被爬手透走了 他很慌張的問身邊的韓國人有沒有看到自己的包包 當時現場有一點的混亂 因為其實那個麵包店前面有一些韓國旅客觀光客 也不少人啦 我跟朋友也真的嚇到 怎麼一瞬間被小偷搶走啊? 而且我記得那個女生的包包也是蠻大的 完全不了解到底怎麼透走 那時候就覺得 好想念台灣的街頭旅遊的時候 有可能沒有經驗過這些事情的人會說 你就小心一點注意一下自己的包包就好 可是實際上到了外國旅遊的時候 因為爬手的關係一直很簡單 一直看著自己的包包拿著包包也是蠻有壓力的 我們去國外旅遊的原因就是為了充分感受那邊的氣氛啊 好好旅遊不是嗎? 可是每次要注意小偷搶真的有壓力耶 有人認同嗎? 如果大家在外國經驗過類似的事情的話 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 可是台灣的我其實根本不用擔心這些事情不是嗎? 在咖啡廳也可以放自己的筆電或是手機等等 我剛來台灣留學的時候在捷運鄉掉了錢包 那時候台灣人也馬上告訴我 你掉了錢包然後交給我 台灣人通常看到有人掉東西的話會馬上告訴我 有時候我不小心掉了垃圾也會告訴我 可是義大利你掉的東西就是爬手的哦 在義大利最想念台灣的時候 第二個就是遇到種族歧視的時候 不過我個人在義大利羅馬遇過的種族歧視是不好說 是因為羅馬那邊的關係還是那邊人的關係 有一點不好說 這個的原念我在後面會跟大家說明 真的蠻意外的 我們在義大利旅遊10天然後遇過3次的種族歧視 都是我們走路的時候突然聽到 聽說這個就是種族歧視的一些表現 但是因為他們真的很突然過去的時候跟我們說說 我們根本無法反應給他們的那種速度超快的 我覺得這個也蠻奇怪的 他們自己很想欺負我們 但又不想被我們罵的感覺 所以很快就過去 但老實說在國外遇到這種種族歧視的時候 覺得對不要反應是最好的 也建議盡量不要看他們 如果從遠距離有人過來 可是感覺有某種他一直看我的那種的感覺的話 避開他們最好 這個是你們實際上到歐洲旅遊的話 會感受到啊 什麼樣的人會欺負我們 但我這次遇到的種族歧視 大部分不是義大利本土人 真的真的很意外 這是在義大利的韓國人導遊也會常常說的 我自己的感受啦就是 就是那邊的義大利的本土人 不會花時間注意逛逛客旅客們的感覺 但是每個人經驗會不同嗎 所以到那邊的時候就盡量不要遇到那些人最好 因為這一個其實我真的真的覺得 台灣就是天堂 對外國人來說台灣的環境也很好 台灣人對外國人也蠻友善 幾乎不可想像路上像歐洲那樣 對陌生人怎樣 這種情況很少是不是 然後台灣基本上很多外國人住在這邊 另外也有好好保持原住民的文化 所以台湾人們的文化 약간文化的理論和意圖 這種承諾的能力 那些是比較高的 所以外國人們看過時 크게 막 거부感受到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 理解一下 真的 真的 길에서 만난外國人한테 막 놀리고 하는 건 真的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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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台灣 就沒有這種情況 在意大利最想念台灣的瞬間 第三個就是 時差的問題很大 也會影響到睡眠週期 其實這個不是意大利的問題 但是 我們去時差很大的地方的時候 一定會遇到的問題之一 我的話 第二天晚上不知覺 晚上八點就入睡了 然後我記得回台灣後 到半夜睡不著 可是下午三四點 又很想睡著 回台灣後也調整不回時差的問題 而且我們在羅馬住宿的地方的 床墊也不太好睡 問題是我回台灣以後 也有一樣的問題 所以我這次決定 換台灣家的床墊 讚 我現在使用了 我現在使用的就是 已經使用了大約三週左右了 因為這是超級有名的德國品牌 也是歐洲銷量第一的品牌哦 在韓國也是 新婚或是家庭會選擇的高級床墊品牌 他們獲得多於75個國際獎項 全球累計翻售超過600萬張 還有10年保固 全台棉運費 到處安裝哦 我的床墊是 獨立筒加基因棉的 五層混合的設計 躺下來第一個出感就是 很舒適很鬆軟 但其實裡面每一平方公尺 有250個12公分的獨立筒 那些根據我們的提形和姿勢會調整 能夠提供良好的支撐 有些人不喜歡太軟的乳膠床墊 但也不喜歡太堅固的傳統床墊 那就很適合用這款看看 我的話用它之後有了這些變化 第一個就是睡眠姿勢很舒適 他們才有人替工學設計人 側躺在床上 脊椎能施直線不會上下彎曲 這是跟傳統床墊很大不同的特點之一 它能減少身體的壓力以及不適感 第二個就是對前面的人很好 我上次去意大利住宿的時候 然後那邊的床墊真的動了一下 就會有嘎嘎那種的彈簧的聲音 也會很容易動來動去的 但聽說Emma床墊的獨立同好康擾動 第三個就是衛生方面也能安心 基本上他們的床墊透氣性很優秀 第二層用的是 可以自動調解床墊標蹭的溫度以及濕度 雖然台灣天氣超濕 但Emma床墊外蹭不到 方便拆卸 直接丟洗衣機器也沒問題 他們的黑鑽石記憶整也很舒服 我都要比較重視降溫肌膚熱感 他們採用Diamond Degree 專利史莫希克機 在台灣的超濕悶熱的鐵機 一樣能享受乾淨養霜的夜晚 還有這個也看得出 三層幾一面設計 整套也可以採洗 這個組合裡面有包含保洁墊 比如女生生理期都不用擔心 防睡不會漲到床墊 直接扔洗衣機 也有醫生菌保護稱 相比於傳統的床套 Emma保護套是塵滿的過敏數量 減少到89.3% 我自己到目前使用非常滿意 有這個床墊我的時差 我已經都好多了 他們目前有觀望合動 三班女王街 闖電保護套組合加 最低折萬元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這邊也有 有景專屬優惠嗎? YJ10 是有景粉絲專用的哦 全品箱打九折 不限機能與品箱 可以搭配官網的折扣活動一起使用 影片資訊欄也有優惠連結 有興趣的人可以點進去那個連結看看哦 在意大利最想念台灣的瞬間 第四點就是 水質不好也不好洗澡 因為意大利的水裡面石灰質的含量很高 雖然台灣的水也比韓國的石灰質含量比較高 但意大利的石灰水跟台灣的根本不能比較 他們的飲用水也很嚴重 我跟朋友在意大利的潮濕買過各種不同的水 但那些加熱後還是會有沉澱物 水煮完後會有白色的夾渣 很噁心耶 所以我建議大家到意大利的時候 買比較貴一點的水 或者是品質保證的水 可是我比較嚇到的是 意大利當地人會說 路上的飲水機的水都可以喝 可是韓國人導遊說 跟我一起去意大利的朋友 曾在韓國的製藥公司工作 他說在這邊的路上 隨便喝飲水機的水的話 以後可能腎臟會不舒服 喝的水也是這樣 洗澡的水應該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們在羅馬的飯店的時候 都用過濾期 最後一個 第五點就是 他們的傳統餐廳大部分只有麵食 羅馬的傳統餐廳大部分只賣麵食料理 有肉 蛋白質的話大部分是在 沙拉裡面的 或是小市的餐廳會賣牛排 但是那邊的牛排真的 味道還好 我朋友說意大利的 弗洛洛斯 Pirense 那邊才會有好市的牛排 類似 T-bone steak 丁股牛排 所以我們當時在羅馬吃了一些牛排 但是味道真的還好 所以呢 我們大部分日子都吃 披薩 意大利麵 或是他們的義式麵各單 Yuki 對亞洲人來說 食物的選擇真的太少 我跟朋友其實從第四天開始 朋友也一直說好想念台灣菜 所以我們才前一個影片是拍吃台灣料理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台灣旅遊的時候 其實可以吃的食物的種類很多 不只是麵食或是肉 或是魚啊 或是湯 而且大部分真的好好吃 價格也不貴 所以大家現在才了解 我們在羅馬為什麼那麼認真尋找台灣餐廳 還有一個蠻意外的就是 他們的義大利麵 跟在亞洲吃的義大利麵 味道不一樣 我記得 義大利羅馬的義大利麵 是比較油一點 然後醬料更濃郁 但是調味的程度來說 大部分是很清淡的口味 所以韓國人導遊也建議 我們在餐廳吃東西的時候 也可以自己加胡椒鹽或是鹽巴 再次感到台灣真的是很適合美食旅遊 但是義大利的披薩真的很好吃 嗯 但是對我來說 我沒辦法繼續兩三天一直吃那些東西 今天這樣分享了 義大利對台灣的治安還有文化差異 大家也認同嗎 還是有不同的意見嗎 都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哦 那我這次準備影片是到這裡 所以如果覺得有影片有趣的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也記得加入遊景的精靈 慧文芝 然後記得過來我的IG 602Avenue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